沈志华、李丹会 闫明妇回忆中苏关系半个世纪的恩怨 沈志华、李丹会 笔者夫赋与闫明妇住在北京万寿路甲十五号院的同一座楼里 上下仅四层之隔 时常去他家里拜访 请教和讨论涉及中苏关系的历史问题 据我们所知 由于身体状况欠佳 闫明妇写作回忆录已有数年 出版审查也近两年 现在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闫明妇回忆录 终于可以与读者见面了 实属不易 洋洋九十万字的回忆录 读起来轻松愉快 收获颇多 我们作为专门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者 特别关注该回忆录提供了哪些过去未曾披露或语焉不详的史料 通读下来发现 这部回忆录颇有价值 令人感兴趣的细节比比皆是 中国和俄国的档案制度尚不健全 公布的档案缺乏系统性 连贯性 有很多重要档上未公布 且当时的一些重要会议也没有记录 闫明妇1949年至1957年 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科长 俄文翻译 1957年至1967年 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 改革开放后 曾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统战步步长 因此 他在回忆录中提供的史料 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历史空白 早期中苏关系 回忆录记载 1948年冬天 在哈尔滨 苏联帮助东北民主政府建立了一个亚马场 派来13名专家 同时 为了说明中共建立空军 苏联派来两个航空师 以培养和训练中国的飞行员 二战后 史达林关注东北问题 在从东北撤军前后 苏联极力支援中共占据东北 但为避免引起外交纠纷 多时通过贸易方式 或转手朝鲜 向中共提供各种援助 这种看法 在学界大体 已取得共识 不过 严明复提及的事情 却未曾听闻 若这个记忆是准确的 那援建工厂 和派遣两个航空师这样大的动作 可以说有力地印证了 我们此前的结论 在1948年底 史达林开始根本转变对华政策 但不久 中苏关系出现波折 1950年2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取消了1945年8月 蒋介石政府和苏联签订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将旅顺港和中长路归还了中国 因毛泽东的虎口夺食 史达林非常愤怒 对中共籍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才改变 回忆录中 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斯大林亲自挑选的 驻华经济总顾问 阿尔西波夫到中国后 看到苏联有些工业部门 没有按期提供设备 影响了原件进度 便一再催促 后因效果不大 他又亲自回到莫斯科 向史达林汇报 为此 史达林撤销了一些工业部门不长 和副部长的职务 并下令原华专案不得延误 作者没有交代所说事件的具体时间 但史达林对援助中国 采取如此积极的态度 应与中国出兵北韩有直接关系 回忆录还记载 1952年10月苏共召开19大 刘少奇率团出席 在大会召开时 刘少奇被安排再来兵袭的第一排 会后 等待史达林接见期间 苏共中央联络部 安排中共代表团休假 并给每个成员 发了一万卢布的零用钱 如此规格的待遇 从一个角度说明 中国出兵朝鲜后 中共在苏联 及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 已经明显提高 1956年的苏共二世大之前 中国追随苏联 对南斯拉夫采取批判的态度 直到1955年1月 中南两国才正式建交 回忆录披露了一个故事 可看出两国的隔绝状态 1955年5月下旬 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 在北京参观 当时 劳动人民文化工举办 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展览 尚未正式展出 南代表团路过时进去参观 发现其中有一张 美国在世界各地的 军事基地的分布图 上面标明 在南斯拉夫 也有一个美国军事基地 南代表团团常被戈维奇指出 南斯拉夫从来就没有美军基地 对这个展览很不满 可见 中国对南斯拉夫的认识之不足 近到如此地步 蜜月 严明复的回忆 还披露了一个全新的资料 苏共中央曾重提建立 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建议 此事背景复杂 意味深长 很值得研究 苏共二十大以后 苏共决定解散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并建议在亚洲 美洲 西欧和东欧 成立四个联络局 其中 亚洲局由中共领导 毛泽东拒绝了这个提议 理由是 建立这样的国际机构 不仅会招来西方的反对 还会引起印度等中立国家的担忧 至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 他提出 开会解决问题 苏共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 波凶事件爆发后不久 1957年1月 彭真帅全国人大代表团 访问南斯拉夫 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 他向铁拖转达了中共的建议 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 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 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 铁拖委婉地谢绝了 归国途中 1月31日 彭真访问了莫斯科 据回忆录披露 当天晚上 赫鲁晓夫单独会见彭真 并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 我们想 可不可以由各兄弟党国家研究一下 重新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类似新情报局那样的东西 你们看怎么样 彭真答复 我这次来 中央没有授权 会谈这些重大问题 你们的想法 我回去将向中央报告 中共中央研究后 会及时向你们做出答复 彭真回国后几天 中共中央就接到莫斯科来信 建议由中共出面筹备 和召集世界共产党会议 后来 还是由中 苏两党共同召集了这次大会 1957年11月2日 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 出席了莫斯科会议 回忆录记载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 苏方对中国代表团 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礼遇 在苏联历史上是空前的 毛泽东每次从所住的 袁沙皇请宫 到乔治大厅开会 赫鲁晓夫都到寝宫门口去迎接 并总是让毛泽东走在前面 每次开会时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 大约提前一分钟 差不多同时进入会场 毛泽东在会议大厅一出现 全体都起立鼓掌 会议开始前 毛泽东第一个就坐 其他人随其后就坐 会议结束时 他第一个起立 其他人跟着起立 所有领导人都站在原地 等毛泽东和赫鲁晓夫 先从大厅走出去 这些细节进一步反映出 到1957年底 中共与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 已是平起平坐 双百方针和引蛇出动 1957年4月至5月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弗洛西洛夫率团访问中国 这次访问 正好发生在 中国从整风到反右的关键时刻 4月15日 弗洛西洛夫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 会谈中 他对于中共提出的双百方针 以及在报纸上公开刊登 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的做法 颇不以为然 他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 不应该允许这些 反对共产党 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 敌人会抓住一点缺点 大造舆论 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 匈牙利事件 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 毛泽东则信心满满地说 请苏联同志放心 中国不是匈牙利 然而 5月24日和25日 再次与弗洛西洛夫谈话时 毛泽东的心情和言辞 大未有变 严明复的回忆录 披露了这次谈话内容 毛泽东说 在整风运动开始阶段 右派分子对中共和政府 进行了尖锐的攻击 大学生中 大约80%的人 出身于资产资金 他们中间最后 在不久前结束的青年团 第三次代表大会上 大约有20%的代表 有右倾情绪 在运动开展过程中 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中 也有所表现 他们当中有一些人 在报纸上 发表对中共的提起 毛泽东还说 中国共产党 不得不开展这样的运动 是为了广泛争取之十分的 为社会主意识业服务 但是 对这些支持分子 需要很好 再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正义方真 在开展的中央美国 我们的印象是 知识界的状况 用不住担心 以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 都掌握了马列主义思想 站在唯物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 我们想象的那样 平安无事 资产阶级支持分子的 右派代表 和同情他们的人 装出一副 忠实于社会主义的模样 但实际上 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 和幻想复辟资本主义 还应该考虑下面的这种情况 如果说帝国主义分子 封建主义分子 和买办资产阶级 在人民的眼里 已经彻底扩散了 那么 资产支持右派支持 十分不在 现在的其中 还没有自作 还没有暴露自己的思想本质 现在 中共中央 已经准备在北京开始反击 在地方上 还要继续放手 让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 开展广泛的批评 在没有弄清楚 反对我们的人的 真实面貌的情况下 不得采取镇压和禁止的政策 当然 如果有什么 力量起来公开反对我们 那么 我们会迅速采取坚决的行动 毛泽东指出 应该利用这个运动 完全弄清楚 知实界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中间 各种力量的分布情况 这样可以知道 对我们的攻击 可能来自何方 这些未曾公布过的谈话内容 为我们的相关研究结论 提供了新的佐证 苏共担心 并反对中共的双百方针 毛泽东对知实界和民主党派的判断 在5月中旬 发生了重大评定 中共中央观点 是否认识是否认识 是否认识的下跌 而是太阶级 中苏关系的微妙转折 关于长波电台问题 过去只知道 在苏联国防部于1958年4月18日 正式提出 在华南地区建立长波电台问题之前 苏方1月6日有一个建议 但对其内容 及双方讨论的情况 完全没有史料 严明赴回忆录 披露了新的史料 1958年1月6日 苏联专家向中国海军司令元宵进光建议 中国沿海地区的几座长波电台 和苏联弗拉迪沃斯托克的长波电台 由中苏共同使用 肖尽光的意见是 中国出钱 苏联出技术和设备 拥有全属于中国 苏方的意思是 他们出钱 出设备都可以 共同使用 共同拥有 经过多次谈判 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协定 中苏两家共同建设 共同使用 最后的拥有全属中国 至于谁出钱多少 占多少 就不是一个人 那么多 后来双方队使用 中国的国家 也双方队使用 在美国 也是双方队的东方 也双方队使用 看来 这个问题 还需要尽量分析 而双方队使用 1958年5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正终通过了 独服干净 力争上游 多块好省的力 建设社会主义等 公布线 中央很重视关于 这次会议的 对外宣传工作 委托对外联络部 常王驾翔 过问此事 王驾翔指定中办翻译 和新华社对外科 正统等人 一起会议援建议成卫文 由江春芳 和文明处理 5月23日 王驾翔打电话 要翻译组 会正回到他办公室 还把正在参加会议的 师傅的研究 共识研究 在研究 也有个反应 是的说 1956一 不过二次 但是 事过刘少奇 刘少奇说 是别人 再翻译成个人 后来又请示毛德东 毛德东说 只能一成个人承办 不能一成个人 但也有一些翻译 仍把这个词一成个人迷信 这样 就形成了个人崇拜 与个人迷信 两种一法并存的局面 师傅提醒大家 两个月前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 一种是正确的 我们不是崇拜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吗 对史达林正确的东西 还要崇拜 对于他们 我们必须崇拜 永远崇拜 不崇拜不得了 另一种是不正确的 不加分析 盲目服从 这就不对了 因此 你们在翻译正式当时 必须一成个人崇拜 过去研究者只知道 对这个词的翻译 有两种意见 却不知详情 更不知道 这两种意法实际上 代表了毛泽东 和刘少奇之间 的重观念上的分歧 1958年 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期间 住在西山脚下的 玉群山别墅 回忆录披露 8月2日下午30日 毛泽东的律师 列宁安格斯 列宁安格斯 赫鲁晓夫 是更值班的翻译 成员朱瑞珍 请他通知赫鲁晓夫 毛泽东准备三点半 同他继续会谈 朱瑞珍感到很为难 他提出 现在客人还在午睡 又要掉车 半个小时 不可能赶到中南海 叶子龙想了想 改了口气 说 那你就通知赫鲁晓夫 说毛主席 准备现在会见他们 朱瑞珍立即找到 赫鲁晓夫的卫视场 说明缘由 请他把正在午休的 赫鲁晓夫叫醒 告知 毛泽东同志 准备现在接见您 继续昨天的会谈 赫鲁晓夫听后 有点不高兴 但人客气地回答说 那好吧 那好吧 我们现在就去 这个势力非常典型 联系到前一天发生的 广为人知的毛泽东 穿着游泳裤和御衣 接见赫鲁晓夫的情节 读者可以充分体会到 当时毛泽东 对赫鲁晓夫的心态 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关系的微妙 如今落场 1960年6月24日 26日 彭真帅中共代表团 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 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中苏两党代表团 在会上 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冲突 并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这次交锋 其实是中苏两党关系 逐渐恶化的一次爆发 此前的6月5至9日 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 第11次会议 在北京举行 以苏共意见为主导的 会议总报告 对中国的内政方针 进行了允讳的攻击 对此 中共采取了 坚决斗争的激进方针 此方针一度导致 会议面临失控的局面 实际成为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兄弟党代表 围攻中共代表的劳火索 严明复回忆录记载 针对兄弟党代表的围攻 彭真回答说 在这个会议的报告草案中 自由世界的表达 没有加引号 而人民公社 大跃进 和中国人民的奇迹 全都打上了引号 有人告诉我们说 因为这是新鲜的名词 所以给它加上了引号 但是 苏联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创造了 并且创造着很多奇迹 其他兄弟国家 同样也有新东西 在实现着奇迹 但是这些奇迹 这些新现象 并没有给加上引号 而只是涉及中国时 则都给加上了引号 我想 所有同志都清楚 在世界公联报告的起草工作中 苏联同志是参加了的 并且 苏联工会的代表 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不勉强任何一个兄弟党 来同意和同情我们的人民公社 大跃进 和小型炼钢 但是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上 所提出的报告中 把人民公社 大跃进 和中国人民的奇迹 加上引号 还有我们待见的 第一个报告 应该是会的 这无疑是 启示创造中国人民 反对我们的 正是有这些 人民公社的 大跃进 和小型炼钢 组成了我们总部线的根本基础 关于这个细节 以往的相关文献中 都没有记得 2012年出版的 《恒真船》 和《恒真黏土》 也无此技术 从这个细节中 可以看出 中共领导人当时的心态 其一 在国际形势等 问题的争论上 中共上能做出一些让步 如1957年中 苏良党队 莫斯科宣言 文本的争执与妥协 但弱处及到内政 特别是大跃进 人民公社等 毛泽东 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 高速发展新模式 则是中共所不能退让的 毛泽东尤其不能接受 在国际群众性组织面前 否定自己的政策 这是他始终 要坚守的心理防线 其二 中共领导人开始怀疑 苏共有成中国经济困难之机 煽动中国老百姓 反对中共路线的企图 并且认为 这种企图 有可能会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 三次莫斯科会议 此后 严明复又作为翻译人员 三副莫斯科 参加了1960年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 10月的26国共产党 和工人党当起草委员会会议 11月的81国共产党 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9月会谈 世纪世界公联理事会北京会议 布加勒斯特会议 苏联撤走在华专家等严重冲突事件之后 中苏两党进行了一次坦率的 交心式的对话 双方围绕时代与形势 战争与和平 和平共处 和平过渡等认识问题 和国际共运的战略策略 进行了争论 不留情面的相互指责 活要为阴云其间 如在9月20日的中苏两党第三次会谈中 就启动朝鲜战争的决策问题 进行了争吵 朝鲜战争问题是由史达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的 你们苏共中央很清楚 这个问题是你们和金日成同志决定的 决定后才通知我们 怎么能够说是我们呢 在你们做出决定以前 毛泽东同志曾经提过意见 他说 如果发动战争不只是对南朝鲜的问题 而且是牵扯到美国的问题 不是南北韩是否可以拿到手的问题 而是北北韩是否能够保住的问题 这就说明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反对过在朝鲜开战 毛泽东同志是反对的 魏施摩一定要说是 毛泽东同志和斯大林共同做的决定 你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是什么用意 邓小平 是要证明 中国人生来就是好战的 要侵略 彭真 要证明 我们想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是好斗的攻击 赫鲁晓夫类似言论 发表于1959年9月30日 中国国庆十周年的宴会上 以及归国途中的苏联海声外群众大会上 针对的是当时的中印边界冲突事件 柯兹洛夫 你们魏施摩要在这里散布谣言 粗暴地诽谤我们党和党中央 邓小平 你们究竟魏施摩说朝鲜战争 是史达林和毛泽东同志共同决定的 这些材料是对此次中苏两党会谈的 首次完整的披露 不过此番把中苏分歧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来进行协商 其结果是趋向恶化的两党两国关系实现了缓和 1960年9月30日至10月24日 严明复随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 参加了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当起草委员会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坤参加了这次会议 并逐日记录了会议的全过程 因此 严明复在指的有关部门同意后 引用了日记的相关部分 逼者查阅了2001年出版的杨尚坤日记 经过对照 发现回忆录的日记文本对公开出版的日记文本有所补充 如10月5日的记述中 根据邓小平的发言稿 加以了增补 其中 批判了苏共草案中影射攻击中共的所谓滚道与马列主 以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 所谓不依靠相互援助和单干等提法的记录 邓小平年谱和传记同样确如 这些细节 实际提供了拼接中苏两党分歧和论争历史全景的图块 它让我们看到 中苏两党本来是存在在坚守各自认为的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 寻求共识 保持关系稳定的前景的 一处翻译火上浇油 1964年2月4日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欺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4月 苏共中央将一封写于2月12日的信函 发给了除中共外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号召开展反对中共的运动 2月20日 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 予以反击 中办翻译组 承担了将此信翻译成俄文的任务 在俄语中 和均可表示要求的意思 严明复和同事斟酌后 悬用了语气强硬的前者 结果 这封信的内容和措辞 使苏共领导勃然大怒 在富汗中 苏共中央指责中共中央的信件 语言粗暴 手法不体面 贼喊捉贼 玄特别指出 中方居然不是 请求 而是 要求 他们 这简直是大国主义习气的表现 苏方理解 这是一种最后通牒 在回忆录中 严明复反省道 这种一法是不恰当的 实际上对当时十分紧张的中苏关系 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并且导致苏方把破坏团结的责任 统统推到了中共身上 这一情节表明 一实行态论战 震撼的中苏两党 关系已十分脆弱 双方都看到了破裂的前景 只是谁都不愿意承担破坏团结 分裂国际供运的罪名 在这重情况下 往往一个用词 一丝语气的变化 都会起到受人以禀的作用 老友重逢 1984年12月 时任苏联不偿会议第一副主席 阿尔西波夫访华 这是中苏两国关系 冻结二十多年后 第一个苏联政府副总理级的代表团 正式访华 阿尔西波夫 曾在1950年代 担任苏联驻中国政府经济总顾问 与不少中国领导人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这次来华 他要求与陈云等人见面 会见前 陈云向时任中央统战部部 长颜名副 了解阿尔西波夫的近况 当听说他在中苏关系恶化后 没有做过一件 不利于中苏友谊的事情时 颜名副看到 陈云非常感动 眼圈里面有一点 要掉眼泪的样子 他还参加了彭真与阿尔西波夫的会见 看到两人拥抱时 彭真眼眶里情注泪水 中苏交恶后 毛泽东推行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方针 从文革结束后 至1980年代前期 邓小平始终是这一方 真的坚定的继承人和推行者 1982年9月召开的 中共十二大 不再宣传毛泽东提出的 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主旨的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大会通过的新党章 也删去了类似两个超级大国的 霸权主义和苏联现代 修正主义的用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